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需要填写的是I539表 那么在这里 亲属移民一般需要填写的是I130表 当然另外还有美国公民的未婚妻 未婚夫申请K签证 那是另外一个情况 单独的简单 那么关于这个I130呢 亲属移民呢 在最后你支持的移民拿到了绿卡以前呢 家人移民申请获得批准以前 你需要提交这个I864表 这个表呢 原来比较短 越来越长 内容也比较详细 现在有实业厂 这个I864具体是讲到什么呢 那你说我资助我的亲人来到美国 成为美国永久居民 住在这里 他住在美国需要有花费 这个钱有谁出 那我作为申请人 我承诺呢 对他的生活提供资助 所以呢 资助人一般是提交I130表格的这个申请人 这个叫sponsor 需要讲到个人的情况 包括家庭成员的信息 用来判断 那你一家到底有多少人 我的人说我有五个孩子 那当然家庭大小不一样 支出也就不一样 还有呢 说我原来有十个兄弟姐妹 已经办了五个了 还有五个 所以你原来资助过的人 像这些呢 提供这样的信息 来判断你自己的个人的收入够不够 资助 目前要申请的人 以及以前申请过的人 那怎么来证明这些呢 当然你要客观的文字的书面的材料 包括你的联邦税表 还有你的工资W2或者1099 然后这个税表呢 需要所有的schedule 不能说只交第一页 第二页 用来作为你的收入证明 那么一般来说呢 你要交过去三年的税表 如果有的话 如果没有呢 要先用的解释 还有什么呢 一般需要 比如过去六个月 你的pay stop 收入的具体证明 或者呢 来自雇主的证明信 如果说我是自雇的 是自由职业者 或者我自己经商 可以提供税表 相应的schedule 用来证明收入 如果说我从政府那里拿了好多福利 我有食品券 我有别的福利收入 这个算不算呢 这个不怎么算 因为呢 你从道理上来说嘛 要有足够的自主收入 那么如果说我还在上学 或者说我刚开始工作 收入不够 怎么办呢 一般来说有两种 一个呢 是你可以有家人来作为共同的资助者 比如说我要申请我的父母 可是我在美国是家庭主妇 没有收入 怎么办呢 那我的payout他的收入可以用 但是呢 那不是说我自己决定用就行了 那每一个人是单独的个体 payout需要签字表示同意 所以呢 需要单独签一个表 这个表呢 叫I864A 那么这个呢 都是由家人来签的 什么叫家人呢 首先要和你有亲属关系 另外呢 一般来说要住在一起 那我的兄弟姐妹算不算家人呢 如果他们和你住在一起 也是可以的 需要提供这个I864A 那么家人呢 可以不是美国绿卡的持有人 或者美国公民 这也可以 只要满足亲属关系 共同居住的关系 就可以 这样叫household member 像前面提到 如果你要用配偶的收入呢 需要配偶签字啊 一亿才行 要不然的话 家庭收入就不能包括配偶的收入 那么如果说我结婚了 现在是申请我的配偶 他自己呢 既是受益人 又是出资人 比如说我在美国上学 我的配偶好有钱 我申请他移民美国 那么他可以出资 那像这种情况下 他要不要填I864表呢 如果他自己也是受益人 一般可以不填 但是这个又有例外 如果他自己还有dependent的 比如说上一次婚姻带的孩子 或者呢 还有别的 说我申请我的兄弟姐妹移民美国 他很有钱 另外呢 他也有别的家人 要一起和他移民美国 像这种情况呢 又需要填I864A 所以我们看到呢 有例外的情况 例外里面还有别的例外 有的时候呢 情况是比较复杂的 要根据具体的家庭情况来决定 填I864A呢 当然和I864一样 填到说多少家庭成员呀 大概有多少花费 那我的收入有多少数字 有什么样的证据 那么如果说收入不够 还可以用资产 我在银行里有好多存款 比如说我每少一块钱的收入 我在银行里有五块钱的资产 如果是美国公民 申请配偶和未成年的孩子 每三块钱的资产就可以抵一块钱的收入 但是这个呢 最好呢 是有流动性的资产 比如银行存款等等 比如说我有一座房子 理论上是可以的 但是呢 那你需要能够有变现的能力才行 如果说哎呀 我有一个发明 或者我有一个艺术品 这种理论上是可以的 实际上用到的很少 那么这个资助人呢 如果是美国公民啊 或者有绿卡身份 那你当然也要提供这个身份的证据 总体来说收入要达到什么水平呢 大家知道一般来说 需要达到贫困线的125%以上 贫困线是多少呢 每年都在变 而且根据你这个家庭的大小 有多少人来决定 如果说家庭成员没有这个条件 但是我另外有几个好朋友 然后呢 他能够帮助我提供这个资助 可以不可以呢 当然也是可以的 但是呢 任何一个资助者 不管是主申请人 还是家庭成员 其他的Join Sponsor 朋友 别的同意提供资助 那他都有相应的责任 这个移民来到美国以后 如果生活无浊 理论上说你同意提供资助 那这个签字你就要相应的负责 需要了解到这一点 那如果是Join Sponsor呢 说我有五个朋友一块凑钱 到我的亲戚兄弟姐妹 从中国移过来行不行 不行 如果是家庭成员呢 凑在一起收入或者资产 达标了 购限了就可以 如果是你找的你的朋友呢 Join Sponsor呢 有两点要求 第一呢 这个人必须是美国公民 或者呢 有绿卡 说我在中国找一个大款 来支持我的美国的亲属移民 行不行 不行 所以像我们前面提到 Household Member 可以不是美国公民 或者有绿卡 但是他要和你有亲属关系 或者住在一起 如果是你找的别的Join Sponsor 不是Household Member 不是你的家人 那么你找的这个人 他需要是美国的居民 有旅卡或者是公民 然后另外呢 他一个人独立的资产 或者收入就需要 能够cover你需要的资金的 全部的数字 不能说几个人凑在一起 够这个线 那这个呢 对于专业人士 来自中国 一开始是留学生 后来有专业工作的人来说呢 实际可能不是那么大的问题 但是呢 那每一个人情况不一样 像我们前面提到 也有的人正好在上学 或者说结婚以后没在工作 或者有一些其他的情况 那么申请家人 就有可能会遇到 需要其他Sponsor的情况 或者呢 你虽然有这个收入资产 但是呢 需要提供证据来证明 那这个呢 是我们这个系列的第三篇 亲属移民品 我们这个系列呢 讲的是美国的绿卡和签证申请 用到的财力证明 谢谢大家